学生们实际操作模拟开船 这是相关航海科系的学生们 在熟悉不过的课程了 但相较于一般学生 就算有航海梦 总会觉得遥不可及 没想到如今 圆梦机会来了 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领域 所以比如说跑船是 都不回台湾或怎么样 还会感到寂寞 其实现在上船并没有那么辛苦 船上设备就跟旅馆一样 原来长榮海运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签订了产学合作 首度开办了学士后 航运技术人才专班 就算你读的不是航海相关科系 没关系 只要你取得学士学位 就可以报考 这样很好 一方面就是又可以完成 自己的梦想嘛 然后环游世界 然后又同时家里 又可以不愁吃穿 眼看毕业季即将到来 不少准毕业生们 多少都会开始担心起 出社会究竟要做什么 又或是能做什么 月薪22K真的够吗的疑虑 因此像这样 产学合作还开设专班的方式 只要通过临选 再绣一年半的学程 长荣海运就会补助 全额学杂费 跟部分住宿费 接着还能到船上实习一年 若是你表现优秀 转为正职 就能从三副做起 起薪一个月就有 13万5000块钱 他目前提供是 最少13万5以上的薪水 每个月 目前他提供的是这样子 对比上一般大学生 就读这样的专业人才班 虽然得多花时间 但相对的起薪一多 就多好几倍 对毕业生来说 无非也是个新选择 记者刘一圈张欣 SNG小组高雄报道 -安排好少数- paperwork包心da好工作怎么办 否划都没有